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国会议员 包括国会议员的办公室的电话 遭到了抖音使用者的狂轰滥炸 轰炸整个国会 迫使几乎所有议员把他对外的联系电话都被迫关闭 电话的来处主要是抖音的使用者 是美国当地人 不是别人 它的起因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美国国会的包括中国委员会中院和另外一个委员会 能源跟安全委员会 拿出两条法案 条链 主要是针对抖音的 它实际是要求抖音在美国的分公司 跟在北京的数捷公司切额 就是切额他们之间的相互的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间 所有法律上的关系 那要求美国的抖音公司完全独立 它是出于一种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考虑的 而这两条一共是两条法案 而这两条法案的本身 遭到了美国国会的两党的支持 民主党跟共和党都支持 美国的白宫本身拜登也蛮支持的 但拜登的支持有些奇怪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拜登的竞选团队在抖音开了账号 是这样 而在美国所受影响比较大的 抖音的影响人 他叫Z世代 Z世代的人 如果你查一下 你发觉是1995年左右出生 1995年到2021年左右出生的人 他说集中在这一部分人 而他们在抖音上使用的范围非常广 那今天使用抖音的人 很多人包括企业 包括个人的文管师 producer 就是他的抖音的发展的概念 其实已经超过了YouTube的概念 所以很多人把自己的生计 生家生计 包括自己的未来 都压注在抖音本身上 那一旦切割之后 我们并不清楚 子公司跟某个公司之间的 这种技术之间的关联 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抖音实际是在2020年 川普的年代 就试图加以封杀 当时的川普就要求 美国公司的本身 就是美国抖音公司的本身 要不然你关闭 要不然你全都拿过来 当时是这么来的 但是当时的抖音 当时在竞选的过程中 所以川普就再也无暇顾及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这么溜肩板溜下来的 但是抖音在美国的影响 超过了我们现在看到Instagram 超过了这个YouTube 超过了X或者Twitter 对不对 它的整体性 它的盈利性 关键很多人透过抖音 能够获得自己的生涯 获得自己的试图 那这样的话就完全不同了 你如果关掉抖音的话 它就会迫使着人们就没有生路了 对不对 我一个月收入三千五千八千多少 我是从抖音上拿来的 但你把抖音给我关了 那你等于砸了我的饭碗呢 所以恰恰是这个原因 而美国国会的立法 并没有去把它完全封杀掉 因为这很难封杀了 大概在美国使用抖音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上亿人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 只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的系统中 不得使用抖音 你比如说你国会议员 你可能你有的一个手机 是由美国国会来 美国政府来配发的手机 那个上头不需有抖音 你是美国国防部的官员 对吧 国防部系统当中的 你的手机是不能用的 但是往往有些人是个人手机 你怎么去禁止它使用 这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真正抖音背后的老板 大家知道是中国共产党 那在国会立法的案子当中 他最终的立足点也是 那作为美利坚合众国 能够防止中共国真正入侵 中国共产党入侵美利坚合众国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必须封杀抖音 这是立法最终的结论 那这个过程中 他就出现了具体人的问题 所以我愿把它看成 这是北京指挥 美国的抖音的强硬者 炮轰国会 炮轰国会 这就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当他知道逃不出去的时候 那只能是手楼担扎 毛病人机体民愤 他靠民愿 靠老百姓个人的普通人的自己的真正的生家的生计 那你如果不出头的话 你饭碗没了 对不对 你上个礼拜还有钱 你这礼拜没了 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 当这样的方式出现 当然对很多人就受不了了 所以在昨天晚上到今天 整个美国国会的议员的手机里都充实了 跟电话里充实了 就是一直电话不停息 全都讲述着说 美国国会的即将立法 将砸掉我的饭碗 毁掉我的生计 在我眼睛里看 这是北京的指挥的做法 但是你抓不着 你肯定抓不着头 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是发动者 只是有一个机构 有一个账号 在抖音上说 不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必须得跟国会谈 我们得让国会得说清楚这事 我们绝不能让他把门给封掉 大概前后的故事是这样 他中间间隔的时间是165天 大概半年吧 但是要讨论的时间 基点是在今天 所以这就可以看成 北京透过抖音 直接发的美国国会 来维护中国共产党力 维护中国共产党力 你可以看这篇文章的最后的结论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他文章写的很长了 他有责任 有责任谈论国家最安全的国家威胁问题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国共产党 这是肯定的 加拉格尼呢 加拉格尔呢 就是众议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我认为川普的 我认为总统做法是 直接关注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 无论你是共和党人 无论你是民主党人 还是美国人 要对抗日益加剧的共产主义的侵列 所以这是真正的文化侵列 文化侵列也就变成了 如果你允许它的话 它会毁掉整代人 而这整代人 它毁掉整代人的原因是因为 这一代人两代人到三代人 它是生活在这个氛围环境中 对不对 它把抖音作为一种生计平台 所以抖音发起了新的活动 警告使用者 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 在美国面临被关闭的风险 国会议员们充满了愤怒选民的电话 那国会议员的软处呢 就是他要听选民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号召在抖音上 就号召所有的抖音使用者 你给你的国会议员打电话 你告诉你是谁 你是哪个选区的 你给我关了之后 你砸了我们家发碗子 我家里还有三个丫头养着呢 这是共产党颠覆国会 美国国会 星期四下午 一致推进两党立法 迫使中共国母公司 在165天之内 剥离他的所有权的问题 那众议院能源跟商业委员会 以50比0的这种不寻常的方式 完全支持这场运动 那白宫也表示 那个拜登将签署盖法令 为抖音运动呢 介入了新的紧迫感 星期三晚上开始 国会办公室大量电话 是由抖音程序上的警告使用者 就其实是故意的 这个警告使用者就是来自于北京的领导者 当然作为报道来讲 他一般没有人敢这么说了 对不对 但是他里面的原因很简单 你必须剥离跟中国母公司之间的关系 那你阻碍这种剥离 不就是北京吗 警告使用者全面禁令引发 该同志将迫使数百万企业 损害全国无数的创作者的生计 艺术家的未来 要求使用者输入邮政编码之后 抖音就指使他们打电话给国会议员 然后跟他们说 你通知作为抖音意味着什么 告诉他们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你选区的国会议员是谁 然后你使用了那个抖音的程序之后 抖音就问你说 你的邮政编码是多少 然后就找在这个邮政编码下的国会议员 所以这就是一个完全以战争方式主动出击 那反过来讲 也就变成了抖音在美国面临的一种 这是一种生死 因为共和党的高级助手说 电话完全陷入了困境 学生年轻人成年来自各方面 他们都担心失去平台后 他们的本身的可能所带来的伤害 而法案本身对宣传活动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因为只是把母公司他的所有权剥离掉 而抖音并没有禁止 那他才不管 对吧 抖音并没有禁止 也就是说如果剥离了母公司 北京就失去了控制权 所以北京为对抖音的控制权 指使所有美国的抖音的使用者 对美国的国会进行狂妄拦战 那最终的结果应该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就是说最终结果肯定是中共会完了 但是法案不会被阻止 但是它反映出一个时代的这种标志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